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歡迎收看兄弟幫 Big Boys Club 兄弟,我問你 你覺得在甚麼環境 遇到甚麼鬼是最害怕的 你的話法 任何環境、任何地方 遇到任何的東西都是害怕的 有點嚇壞,嚇得很嚇壞 不過最害怕也不是遇到這些東西 最害怕就是那些東西跟著你 一跟著你,隨時會搞到一腳咖喱雞 我們今天繼續有… 之前遇到這些東西 搞到一腳咖喱雞 Sarika 你好… 大家好 歡迎… 我越來越聰明,記嘉賓的名字 對…很厲害 因為一個而已 你只要記五、六個,你真糟糕 不,我的名字複雜,聰明 對,記到也算聰明 Sarika上次跟我們說了一些… 你跟朋友一起住一間屋 而那間屋很陰 有些人都會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對 幸好最終找了一些師傅 幫忙就完成了 是 然後這次有哪些厲害的東西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都有…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故事是關於我朋友租屋的 剛才說最害怕的就是… 除了在這裡影響到你之外 就是他想跟著你 金馬豐住在一起 沒錯,接下來我準備了一些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是關於一些東西… 很想跟著你或跟著你 愛上了 對,沒錯 話說是我這個朋友 他本身都是很惹怒的 他從小到大也有很多這些經歷 他自己也有見過 男還是女嗎 是女孩子… 他自己也有見過 小時候也有很多這些經歷 也很相信這件事 有一次他跟他兩個妹妹 以及他的男朋友一起租屋 也是四個人住這間屋 他們明知道自己叫 之前也有遇到的東西 這些東西也很害怕 所以去看房子的時候 他們就很穩固 很小心 很小心 帶著狗一起去看 如果狗有意識到東西 他們就會有點不肥 或者不喜歡 但是帶了他們去土哥環 找了一間屋,很划算 不過已經很久之前 我想起碼七、八年前 剛才看了這間屋 四千元,有七、八、八尺 很划算 五、七元 簡直是沒可能的 對,現在沒可能 但是是唐樓 他們要住頂樓 不知道是唐六、七樓 不要緊,只要四千元 對… 但當時應該… 當時也算便宜 但當時… 八年前,你還說不太久 如果四千元,有七、八尺 是超順的 對… 很順道,你覺得有問題 對… 但不知道他們當時覺得沒問題 沒辦法,因為有錢 可能是 帶了一些狗去 房子剛好漫漫 狗又不肥 狗又不肥 狗又不肥,又好像很開心 很開心 大家都這樣 而且他們本身也感受到東西 又進去房子,他又覺得… 那一刻又感覺不到 那一刻又感覺不到 又沒有尖寒、尖寒的感覺 那一刻就覺得不錯 最終租了這間房子 然後就住了進去 然後住進去的時候 最初也沒有甚麼 有時晚上、半夜 那時就聽到 為何上面好像有些小朋友 在玩這樣的聲音 就想… 你已經住在天台了 對,可能是否隔壁屋 或者怎樣 即是隔壁的小朋友 上了天台去玩 他還在想 為何小朋友這麼晚都不睡覺 有些是這樣的 對,然後… 野孩子 沒錯,然後接近農曆七月的時候 然後他聽到連續 差不多晚晚 差不多接近凌晨12時 很準時 凌晨12時的時候 對面天台 狗就不斷在吐… 對面堂樓的天台上的狗 就會向著牠們的大廈吠 對… 然後在想,為甚麼 可能那些看奸最近勤力了 純樓 對,準時純樓 那些狗看到牠們就吠 覺得可能是這樣 很正常而已 對,很正常,對吧 然後開始踏入農曆七月 有一天,她的妹妹在廳裡 坐在那裡看電視 那天只有她一個在家 無端端聽到廚房突然… 然後有把刀掉在地上 然後馬上就看 為甚麼那把刀掉在地上 可能擺得壞,有風 撿回去 撿回去 撿回去再擺放 然後出去坐下來 然後又轉彎 然後又有些東西掉 就不是那把刀了 也是那把刀 但連同其他… 例如池巾、叉子 就掉多了一些東西 不只是掉那把刀了 然後怎麼會這樣 然後再撿,然後再出去 第三次又掉了 然後又出了 還有那把刀 對,然後再多點東西 算了,我不管了,我不收拾 就是這樣 然後就有把刀在那裡 然後再出去坐下來 然後她妹妹不太相信這些東西 所以就沒有懷疑,沒有思考 這樣可以了 開始…因為農曆七月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概念 農曆七月… 不出門 不是,7月… 為甚麼7月14日… 7月14日就是正式鬼門關開那天 但其實由踏入農曆七月… 即是7月1日開始… 到最後那天… 其實都是… 他們叫做… 我們叫做他們的放假 即是他們的假假 即是他們可以出來放假的意思 所以通常就… 在7月1日開始已經是很邪門的 開始的 但14日打後就是… 就是他們正式放假出來開派對 是 所以到接近7月14日那天開始了 我這個朋友就跟她的男朋友 不知道為甚麼每晚凌晨12時 就會吵架 也會吵架 不是,就會吵架 即是因為那些狗不搭發的東西 那些很雞毛蒜皮的東西 就會吵架,每晚都吵架 他們最初不為意 即是男女朋友吵架很正常的 但我回想,不對了 為甚麼好像每晚都是這個時候 很準時的 就吵架 然後呢 除了他們每晚吵架之外 他們除了對面屋的狗吠 他們家裡的狗也開始吠了… 但每晚都向著天花板吠 每晚都向著天花板吠… 瘋了,這樣吠 不知道做甚麼事 瘋了 然後又跳來跳去,瘋了 這樣就覺得很奇怪 他一向都相信這些東西 他也覺得很古怪 然後有一晚,他在家睡覺時 睡得朦朦朦朦朦的時候 看著天花板 突然看到有一個女人的樣子 然後很長的頭髮 但我的朋友也是很長的頭髮 然後他突然覺得 是否我看見自己呢 戴自己的髮型 對,他以為自己的髮型 我的頭髮有這麼長嗎 我在這裡,別管了,繼續睡覺 然後他繼續睡覺 就沒有理會了 但一直持續… 又吵架,又吵架 他覺得不對勁 不如去找師傅看看吧 他們之前有些朋友 介紹了他去找類似紋米的師傅 不是批命之類的 他幫他紋米 他有這個能力 可以跟鬼神溝通 然後坐下,又講了他的經歷 他又叫他拿米、蛋 不知為何永遠這些東西都是關尾之類的 一定有些原因 對… 不是師傅的工具嗎 對… 然後他就在這裡唸唸唸唸一大輪 然後他就跟他說 他說,你家裡是有東西的 他說是有一個媽媽和兩個小朋友 因為原來他們家對面大廈 之前是有火燭 燒死了這個媽媽和兩個小朋友 但他們搬進這間房子之前 這間房子刺了很久 所以他們就進來這裡住 想著沒有人住 他們就進來這裡住 然後他們就在這裡住 所以他們半夜三更 就聽到有些小朋友的聲音 可能就是那兩個小朋友玩 很明顯他看到那個女人 應該是那個媽媽 他說,為何我會跟我男朋友 經常吵架呢 半夜三更 他想做些甚麼 然後他說,原來那個女人 就看到平時他的男朋友 對他很好 覺得這個男生很好 這個女生喜歡了他男朋友 所以呢 媽媽喜歡了他男朋友 然後想令他們分開 吵架,吵架 即吵架就想他們分手 他就可以得到男朋友 所以出了一個妒忌心 令他們吵架 之後回家了 所有事情都已經找師傅 弄好所有事情 對,然後當然要搬屋 這麼大劑,對吧 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沒理由 師傅,我平時一定會感覺到這些東西 為甚麼我去看房子的時候 那些狗有甚麼事 我又感覺不到 我平時一定會感覺到 他說因為牠們燒死 所以你感覺不到那個寒氣 因為牠們有那個熱 所以你感覺不到 這樣也挺合理的 這件事又在那裡 你一說媽媽的天花牌 我現在不斷在那個畫面 大哥,很辛苦 日落後,甚麼都不要收拾 假裝沒事在家裡 因為你不可以讓牠知道 你們要走 不然牠會跟著你走 師傅摸骨 他用手摸一下… 他摸完我後就說,原來我有東西 對,然後師傅跟牠說 你們要搬屋 牠會幫你做法事 但你們也要搬屋 但你們一定要每天日落前收拾東西 日落後,甚麼都不要收拾 假裝沒事在家裡 因為你不可以讓牠們知道 你們要走 不然牠會跟著你走 然後牠就說,你會 牠們就真的照顧師傅所說 只是日落前收拾 晚上就裝沒事在家裡 仍然住在這裡 仍然住在這裡 然後因為… 要繼續吵架嗎?12時多 可能要繼續吵架 總之到最後那幾天 收拾到最後兩天 收拾幾箱東西,要搬走 就是這樣,牠們突然… 牠妹妹的朋友在幫忙收拾東西 看到有一把傘 我朋友說,很漂亮 這把紫色傘 我朋友很喜歡紫色傘 不如拿走 然後牠就說,不要吧 這把傘傘傘傘 就是買東西送的習品 那些傘傘,有一個牌子 而且是… 傘傘也不要亂拿 沒錯,那把傘傘 就是有一些牌子,即是習品的傘傘 然後還說,究竟是誰 可能有朋友上來玩 留下了 留下了 拿著了,他說不要了… 然後拿出來 到最後一天,回去收拾最後一段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神推鬼勇之下 也會去收拾了傘傘 我朋友也收拾了傘傘在箱裡 然後到臨出門口 我朋友的男朋友就說 為什麼這把傘還在這裡 這把傘一定不能拿走 我們一定不能拿這把傘傘走 然後他們就拿出來的傘傘 然後後來就沒有拿走 其實應該是那個女鬼很想跟她們走 然後最爆發的一件事 就是我朋友跟我說 那把紫色傘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那把傘傘 是一把贈品的傘傘 而且是一個洗頭水牌子 然後他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說,等等,洗頭水牌子 你好像看見那個女人 是超級長頭髮的 會不會就是她的呢? 對… 然後我一說完之後 我朋友就覺得 很害怕 你跟我說完這件事 他還要用洗頭水的 可能是他以前的一些物品 總之這些都是冥冥中 神推鬼推就跟進去 如果我想你問師傅 師傅會叫你把傘傘 不知道怎樣 向著哪個方位化它 或者在太陽正五十二時 就打開它 幸好他沒有拿到傘傘 那件事就不會再繼續發生 對… 要不然就跟著傘傘 你的朋友也有遇到這些事情 對… 還有一些類似的 你自己發生了嗎? 另外,我自己也發生了 有一個也是跟隨我 是 不是很久之前,是幾個月前 我想… 那現在甩掉了嗎? 不是很久,你旁邊 不要嚇他 他又要換褲了 真的… 不是,是幾個月前的事 那我已經解決了 解決了,放心… 話說我很久之前… 上次說過 我之前住過一間屋 跟朋友一起做一些事情 頸和腳痛 對,同學校找了師傅 當時師傅每人給我們一條佛珠 叫佛珠 開了光,戀了一袖 可以幫你辟邪… 但是當時跟我們一起住的 其中兩位男士上夜場 我想我戴了很多年都沒有斷 但是其中一位男士是夜場經理 他經常都斷 頸痛那位 對,頸痛那位,經常都斷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旅行 就是去歐洲,很搞笑 因為通常都是東南亞地區才發生 又不是的 是你們自己一廂情願 是嗎?通常都覺得… 我那次就在歐洲 然後我們回到酒店 他洗澡時,他的鏈子就斷了 洗澡後,斷了嗎 對,洗澡後,糧後斷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古怪 因為我在歐洲那間酒店 我進去住的時候 我都感覺到不是很純粹 但又不至於不舒服 要搬走 通常很舊的酒店 那間又不是很舊的 那間是新酒店 我發覺這些經歷 是不關那間酒店新的情況 除了你有那種感覺 你的朋友有沒有這種感覺 他們也沒有 沒有的 只有你一個人 對,只有我一個人 他亦覺得斷了一條鏈 對,斷了,可能煤了 剛好洗澡一下,濕了水 斷了 然後我們就說不要了… 為求安心回來香港 我們快點去找師傅 拿一條新的鏈 我們回到香港 一起去找師傅,拿一條鏈 然後師傅就幫他帶回香港 他說師傅就看他 他就說應該沒事 可能幫你擋一擋 然後我就說 那順便幫我看看 師傅摸骨 他用手摸一下摸一下 他摸完我之後 就說原來是我有事 他說我有兩位親戚跟著我 是親戚 親戚 然後我說甚麼親戚 你在歐洲有親戚,不用理會 對,我就是不知道 然後他說這兩位親戚 就是你那位親戚 之前是親戚的小朋友 即是他們未生經歷的跟著你 對…就是我的表兄弟姐妹 對… 然後他說 因為他們一個人想結婚 一個人要讀書 即是要畢業 所以他們跟著你 他們要你去燒一些東西給他 幫他安頓好 他就會離開你了 想結婚燒老公給他嗎 不是,不知道要燒一些錢 總之他們… 對,不知道為何他們那邊的生活 這麼多財 應該都是一樣的 一個空間 對,然後我這個師傅 他就說 他就說 那你就要跟我上大陸 做一個法事 放生 有一個套餐是兩萬多元 為何要回大陸 不知道,他說 因為大陸有放生團 然後有驅靈之類 是一個團,你就要參加我們 那團人都是… 對 全部都是… 沒有巧合 對,或者有些人想增運 你一起去吧 他就想給我一個套餐 教我兩萬多元 這下… 兩萬八千八千 對,你就馬上覺得… 好像有點流流 不可能,我會被人欺騙 是不可能的 然後我回去 跟了我那個… 有遇到長髮女鬼的朋友 說這件事 然後他就說 也不知道你這個師傅是否討厭 算吧,不如你去看看 我的文米師傅 上次也幫了你們 對,上次也幫了我們 但他幫了很多年前 他幫我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說 可能他紅了 所以… 他現在就變得很商業化 要收錢之類的 不如你去看我的文米師傅 文米婆婆嗎 然後我就… 好吧… 但不知為何 我那一刻又這麼大膽 因為那個文米婆婆 已經不是香港了 他搬了去東莞 在東莞 就自己一個人 我跟另一個女生朋友 陪我去東莞 我們真的不知為何很大膽 兩個神推廣 就去了東莞 找這個文米婆婆 其實我想問 去東莞 為何要用大膽來做文米婆婆 因為我沒去過 而且他不是… 他在荒山野嶺 你去到東莞 不是大城市 對,還要轉車 還要搭一些… 還要租車 還要坐過幾小時 所以我完全沒去過 那兩個女生去偏僻的地方 對不起,我錯了 好,繼續吧 對,然後我們去了那裡 他又叫我拿米、雞蛋 做了一大膽子 雞蛋裡面有些黑點 對,然後他先說了我的東西 全部都很準確 例如說我小時候 或者說你家裡是大女兒 他就說 你跟家裡的親戚不太好 然後我就想,什麼親戚不太好 是不是我弟弟 因為我弟弟不在香港 我們分開住 所以就覺得我們不太密閉 是否這個意思 他說不是在那裡的… 他也想不到 不在那裡的關係 然後他立刻想不在那裡 他說是死了,那些鬼 是否因為你的家人很疼你 所以他們覺得他不生我出來 現在又這麼疼你 又不疼我們,所以妒忌你 知道,然後他就說 你應該在家裡有一些親戚 以前是嬰兒的 就有一男一女 現在男人要讀書女要結婚 男人要讀書女要結婚 他說的話 跟我之前看過師傅說的 是一模一樣的 立刻你就覺得… 他仍然是叫你… 你既然上去東莞 就有28888的放山真雲 他叫我做的步驟是相似的 差不多 他就說我要幫你放山 我就要燒這些東西 你就要做這些法事 就去幫他們完成他們的心願 他們就不會跟著你了 你所有東西都會順利 但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兩位師傅都說同樣 但這位師傅的價錢相宜很多 幾千元就搞定 188888而已 幾千元就搞定 一塊錢… 他說我只收你馬了 然後他幫我做的時候 他真的在電話上錄製過程 然後發了影片給我看 我做了一些這些… 領階大學的學位 對, 做完之後 他就拿了一件做法事的衣服給我 還有拿了一堆米給我 他就說你穿這件衣服 還有將這些米煮粥 煮來吃 就可以了 然後就沒了 他有沒有再報夢告訴你 說表姐, 我現在已經在大學畢業了 另外我就說我結婚了 準備生小朋友了 那也沒有 其實你這樣說一說 好像…他們都是善意 不是說不用做事 對… 他們不是, 可能是善意 他們可能很失敗 他們很失敗, 跟著我 又失敗, 又無助 但他就覺得在他們的家座面 你是最好的人 可能你比較容易聯繫到 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他才會求你幫助 對… 無論如何 已經做了一件… 非常好事 對… 所以我覺得無論遇到任何情況 只要自己的心保持正直 應該也沒什麼需要害怕 有了, 正直也沒了 對, 所以我不害怕 謝謝你上去 想吃大家 謝謝… 羽毛犬是代替了視像人士的眼睛 安全地帶視像人士到目的地 我們在座位置… 出台就在哪兒… 圈尾在… 圈尾在這裡… 好, 然後走吧 接下來我會派出的 配合到一個視像人士的家 他們就跟隨他們, 直至他們退休為止 我們也會做個家房 看一看他們家的環境 他們是否真的適合 如果所有東西都是適合的 基本上, 他們是一個可以救人士 就是這樣 市長說到要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全盟還是有市長 即是去到多少 有事都可以 都可以的